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天津博物馆的产品和我们天津博物馆的展出的展览在很多方面也反映了一个主题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时期 主办单位结合今年的博物馆日主题策划了这场大型直播活动 为观众奉上一场特别的线上文化之旅 带领大家了解天津博物馆 冀州独乐寺 千象寺 百塔寺 宝底金顶石床 袁明镜天飞宫遗址博物馆 古楼等多个文化场馆及文物遗址现场 为大家解读天津这座城市的多元和包容 为了庆祝这个节日 天津博物馆特推出《交融造星辽金时期的天津展》 今天正式开展了 我们一起去看看这个展览吧 辽金时期的天津这个展览主要是介绍了 大约一千年以前天津的这个历史面貌 展览主要是分为两个部分 分别介绍了辽还有金这两个历史时期 在辽的时期呢 天津的这个由于它所处的这个地理位置比较特殊 它正在这个北宋还有这个辽的交界处 所以呢 双方呢 长期是一种对峙的一种状况 到目前为止 天津的以这个冀州 还有这个保底为代表的这个北部地区呢 仍保存有大量的这个辽时期的合教遗存 这个到了金 金代呢 由于这个金的首都迁到了现在的北京 所以天津也从一个默默无闻的一个村落呢 一举成为了这个首都的门户 相应的 它在政治 经济还有军事上 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这件刻画玻璃瓶于1983年出土于 天津冀州独乐寺白塔的天空当中 我们根据化学分析发现 这件玻璃瓶所采用的原材料为钠钙材质 而中国传统的玻璃器采用的是千倍材质 这件玻璃瓶与伊斯兰所使用的玻璃器的成分极其的相似 而且它的气形和刻画的纹饰 与伊朗德黑兰考古博物馆现存10世纪的水平相似 因此这件瓶子应是伊斯兰的玻璃器 那为什么伊斯兰的玻璃器会出现在 冀州独乐寺白塔当中呢 这是由于在宋寮时期 随着草原丝绸之路的发展 大量古波斯的玻璃制品从中亚地区传入了中国 而这件玻璃瓶在当时很可能是当地人沐浴所使用的香水瓶 用来装薔薇水的 所以这件瓶子也证明了中国与中亚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 我现在所在的是天津的最北端 风景秀丽 名胜古迹众多的冀州区 冀州史称渝阳和吴忠 后晋君主石敬堂将燕云十六州各让给了辽国 由此也揭开了冀州辽金时期的历史 读勒寺始建是唐代 辽代的时候重修 在中国一共有九座辽代的建筑 其中咱们冀州读勒寺就占了山门和观音阁两座 这边是伸手 粘口 看着墨似像哈 像东侧这个 闭口握拳 形式哼 它应该是叫金刚立士 但是它又带有中国传奇的横行二将那种 咱们走遍全国的很多寺庙 很多山门 它都有金刚立士 但是如果真正的像咱们这观音阁这么生动 这么生动 这么有动感的 应该是究竟有的 观音阁是国内的木结构楼格式建筑里头 它是最早的一座 观音阁最有特点就是说它的斗拱 因为它的斗拱粗大疏朗 因为斗拱的逐线 它的整个建筑把粮价增高了 目前咱们那个斗罗斯的观音阁 是最大的泥塑站项 到观音阁里边啊 你会发现呢 在外边呢 看观音阁是两层 到里边一看呢 它是三层 现在呢 我们看到的同样是一座 它是有个方形的枝座 方形枝座上边呢 是虚密座 是拔面体的虚密座 再往上就是前佛像 这个中间是前佛像 那是属于第二枝 一共是七枝嘛 虚密座三一枝 二枝呢 就是刻有前佛像的那个状体 外边有拔和这个潘龙江湖柱 这是第二层 里边的那个状身是原件 等上边的一个散盖也是原件 再往上那就是咱们那个 康熙二十年重修的时候那个碑记 再往上呢 那就是俯瞰 连那两个上面那个造七枝都是俯瞰 但是在这个比较最重要珍贵的是哪呢 是在八八年冲修的时候清理基础 结果啊 清理出了带原件 这个刻的是佛本人故事 也是从出生到涅槃这个故事非常好 它是属于了带的特色的石雕 它这个标是属于高佛标 特别的标的非常好 天飞宫遗址可以说是我们天津市区内 堆积最后的古代文化遗存 较好的反映了今代元代以来 天津城市历史文化演变发展的脉络 是研究天津古代历史文化等领域的重要固执资料 天津地处渤海之边 海河之畔 是当时中国北方最重要的河海枢纽 马祖文化呢就是在这一背景下随着海岸进入了京门 对天津城市的起源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代表着天津明清时期 城市文化的发祥地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老城乡一代 俗话说天津卫三宗堡 古楼炮台铃铛岗 现在在我身后的就是这三宝之一的古楼了 天津的古楼修建于明洪志年间 位于城的中心位置 四个川新门洞呢面对着城的四个大门 形成了十字形大街 古楼悬挂大钟 早晚各撞五十四响 登临古楼您能感受到建筑的雕梁画洞 灰红壮美 更能饱览天津的美景 也能感受到呢天津历史的厚重与沧桑 天津古楼是天津六百年人文历史的重要见证 也是天津的地标性建筑 天津是一座多元与包容并肩的城市 独特城市精神的形成 与天津文化的起源和发展是分不开的 辽津时期是民族文化融合的重要时期 这时期的历史文化发展 对天津文化的起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而明清时期则是南北文化大交融的重要时期 天津从明朝建位铸成 逐渐从一个军事基地发展成为一座移民城市 包容性与多元性 形成了天津独有的城市文化